在美国民主党正式确认哈里斯为总统候选人之后,可以说拜登离开白宫进入倒计时,然而就在这最后的时刻,拜登推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生效日期,以及豁免日韩和对华芯片设备出口,这是在对华是好,还是欲给特朗普挖坑。 最近拜登政府突然做出了对中国电动汽车、电池、电脑芯片以及医疗产品等一系列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计划,而这加征关税计划原定是8月1日生效,尽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给出的解释是,他们仍在审查收到的1100个公众反馈。 而就在几乎同时,拜登政府计划推出扩大美国,在阻止外国向中国芯片制造商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权利的新规中,却把日本、荷兰和韩国在内等盟国的出口关键芯片制造设备将被排除在外,据悉同时豁免了除日本、荷兰和韩国外,还有其他30多个盟国,比如英国、法国、新西兰、瑞士和土耳其等。 如果说推迟加征关税计划的借口还说的过去的话,那么一边强调要加强对华出口芯片的管制,一边却又把几乎所有伙伴国度给予了豁免,这样一来就等于是这一管制政策,只是在管制美国自己的公司了。 同时美国政府相关部门还启动了,对英伟达、微软以及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调查,以至于不但影响到了这几家公司的股市行情,也对美国的股市的整体行情产生了负面影响。 这就不是再打半导体战争了,更像是在助力中国半导体芯片行业提高竞争力,难道拜登是在对华示好,或者是位可能上台的特朗普挖坑? 之所以说像是在对华示好,还有三点例证,一是美国务卿布林肯主动要求与中方在老挝会谈,在中美竞争最激烈的关键时刻,主动与中国进行高级别沟通会谈,显然是有示好之意,点负责任的管控双边关系的意思。 二是邀请中国商务代表团访美,在关税站和半导体芯片站的关键时刻,邀请中国商务代表团访美,显然也是有一番新意的。 三是邀请中方派团,参加中美进度合作工作组首次高官会议,这体现的是中美在符合共同利益的领域里的合作,自然体现的是双边关系的缓和。 这一系列动作联系在一起或先后发生,给人的感觉自然就是示好了,其实在美国近年来似乎有一个传统,就是历届美国总统在卸任前或后,都有过强烈的对华示好举动。 当年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小布什,在卸任前的最后时刻,顶着西方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压力,带领全家来话,对华外交战略转型的启动者奥巴马。 尽管在卸任前没有明显的动作,但在卸任后却又来了一趟中国,又臭又硬的特朗普,尽管启动了对华贸易战,可他还是在最后一刻,与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。 到了拜登时期,中美关系恶化到极点,在最后一刻或许也要对华示好,其实不管这种示好背后有什么企图,都体现了对中国这个最大对手的尊重之意。 也等于是承认在自己任期内的对华强硬政策的失败。 那么拜登把中美关系推到了极端的境地,在最后时刻他到底是怎么想的? 尽管一直强调是竞争不是对抗,尽管一直强调要负责任的管控好双边关系, 可拜登过去三年多来,实际上是对华发起了全面的冷战式打击,虽然给中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,可中国前进之势并没有迟滞。 相反,中国科技军事和经济竞争力的提高,却是最快的时期,全力打压中国半导体芯片的结果,就是中国在这一重要领域的快速崛起。 今年上半年,中国出口的芯片竟然世界第一,这恐怕会让拜登很无奈,也不得不佩服中国力量的神奇。 推迟加征关税日期,并不代表会叫停,可推迟本身就是在释放一种信号。 在推迟之前,邀请中国商务代表团访美,显然还是想好好谈谈贸易问题,肯定怕中国给予美国更强烈的报复。 当然在卸任前,拜登不能让美国经济处于更严重的危机之中,当然也很可能是拜登要拿关税问题,来与中国讨价还价做交易。 而一边说着要加强芯片及相关技术监管,一边却又豁免了日韩贺等,重要芯片和半导体设备制造大过对话出口,显然是在半导体战中认怂了。 令人最想不通的是,美国相关机构却在此时宣布,对英伟大、微软和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调查,而这正是半导体芯片和AI技术领域最先进的公司,引发股市动荡。 那么拜登进来的举动,到底是想干什么,或是什么用意,在还剩半年不到的时间里,如果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,甚至于因为引爆激烈的贸易战,显然美国这半年经济压力会涂增,特别是债务危机增加,通胀难以化解,加息还是减息难以决断,去美元化正在加速的关键时刻。 斗不过中国只能认灾,如果硬拼,他任期内就更没有什么好成绩了,留下政治遗产,这是历任美国总统都非常看重的,否则会让人看扁了,重要的不在于自己,而在于自己的家族。 另外特朗普强势复苏,哈里斯胜算不大,为了民主党,拜登也得在最后时刻以保美国经济不衰退为重。 还有重要的是,尽管拜登这三年多来,最主要的工作是合纵连横,可在外交上并无什么多大的建树,更是为两场战争所困扰,同时与中俄两个世界性大国为敌,这应当是最大的败笔。 7任期内没有与中国实现正式互访,特别是他任期内还没到过北京,或者说一直被拒绝入京,这应当算作是美国的外交失败。 虽然卸任已经倒计时,在11月大选前到访北京,应当是他最后的心愿。 从布林肯追到老挝与中方会面,到之后这一系列令人可得其解的示好举动,很可能与此有关。 当然除了向中国示好的可能之外,也不排除是在最后时刻为特朗普挖坑。 特朗普在卸任的最后时刻,为拜登挖了个与中国脱钩的坑,使得老拜登是进退两难。 重要的是,拜登利用在位的影响力,对特朗普可是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报复,以至于特朗普竟然历史性的一代罪之深,参加美国总统大选。 而特朗普也早就扬言,一旦重新入主白宫,就会对拜登家族进行报复。 拜登自知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,也只能是给特朗普增加外部困境,使其无法集中精力报复自己。 把关税战、半导体战、贸易战打成的半途而废,给特朗普留下一个烂摊子。 特朗普本就致力于打经贸战,更狂言胜选后,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高关税,认谁都清楚这是两败俱伤的打法。 把引爆美国衰退的责任推给特朗普,把恶化世界局势,或者说把恶化美国霸权环境的责任推给特朗普,他最多也就只能再当总统四年。 自然也就没有精力清算拜登家族了,当然这只是猜测,总之拜登进来的一系列举动。 一是在向中国示好,一方面希望稳定中美关系,另一方面很可能希望与卸任前正式访问北京有关。 二是为了民主党的选情,如果能够把哈里斯推上白宫宝座,一可以继续发挥其政治影响力,二可以避免被特朗普清算,三是为特朗普挖坑,给特朗普可能的执政增加困境。 这也是美国的政治传统。